大家知道吗? 曹正氏、朴敏英今年一起被任命为 国国税厅的形象宣传大使 以公益广告模特的 奋登上国税厅网站、税金介绍册、海报等 小编醉 翻到两人穿着正装出现在多张宣传图上 看了得不赞叹国税厅很会选人 曹正氏和朴敏英的 像真的太好 看起来就非常值得信赖呢 Photo from曹正氏 朴敏英今年3月作为模范纳税人受到总统表彰 4.出席委任一事 两人也享有许多模范纳税人的 属优惠 像是在机场有专用商务中心供休息 出机场不用排队等待 且能携三名同伴 跟空服员一 可通过优先专用安检入境等 另外 模范纳税人 正标志的车辆一年间还可以免费使用供应停场 对需要奔波拍摄地的演员来说十分方便 Photo from Photo from 而韩国国税厅SNS上宣导税务相关政策的宣传图中 可以看到曹正氏和朴敏英的身影 Photo fr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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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正氏给人就非常有亲和力 感觉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他就很热心地帮你解答 Photo fr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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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朴敏英则是走温柔知性路 感觉会非常有条理地为你分析解惑 虽然小编明觉的女神有种补肖明师的感觉 Wu XD Photo from Photo from Photo from 而曹正氏 敏英都穿上西装之后 两人根本完美化身直场 英 看起来就非常有幸福力 让人不自觉地产生 赖 其实曹正氏 朴敏英私下交情似乎也不错 几年前曹正氏拍极度的化身时 朴敏英还曾送上应援咖啡车 那Photo from Never Photo from Never 曹正氏通过机制一生生活 二再次更新了人生角色 活保一生李易俊受到许多观众喜爱 最近他出演的售后综艺机制山村生活也是疗愈好评 而朴敏英目前则是正在拍摄JTBC新剧气象厅的人 社内恋爱残酷史片 与宋江共浦高颜值解地恋 人期待 其实小编私心觉得曹正氏和朴敏英两 蛮有CP感的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合作 电视剧啊 更多相关文章上传谈恋爱 社内恋爱 故事片朴敏英宋江路透照 灯气象传拍摄好专 曹正氏出演喜剧节目 SNL Korea搞笑疯了 变身清纯直播 AI机器人还恶搞机 一一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的 K-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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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AILY